制作竹筒饭对于安全村的村民来说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每种材料都是由村民亲自张罗大家分工合作 开摘节前几天 村里的男人就负责到森林里面去寻找合适的芭蕉叶以及竹子 然后把长长的竹子再砍成一样长度的竹筒 村民说唯有在森林里面找到的竹筒外层才会够薄 这样糯米饭才比较容易被烤熟 女人们则负责准备食材包括糯米 椰浆 盐水和芭蕉叶 制作过程不难 只需要把洗好的芭蕉叶卷起来塞进竹筒里面 这样就可以避免糯米粘在竹筒上 然后再把糯米一点一点地倒入竹筒 最后加入椰浆就可以了 尴尬说诀窍就是水分必须完全渗透竹筒 要不然糯米会很难熟透 竹筒饭的香气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烘烤的过程 因此火候的控制就非常重要了 阿邦说太靠近火的话糯米会很干硬 太远又怕会不熟 所以得靠经验来判断实时掌握远以及近 才能够烤出最好吃的竹筒饭 烘烤完成之后只要轻轻地把芭蕉叶拉出来 整条煮桶饭就可以被抽出 切成块状让大家彼此享用 这才是真正回到甘凤一起过节的滋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